我完全全可以跟我以前的女朋友做好朋友 因为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很融洽 因为可能因为很多原因分手的 黄小敏与baby的分开其实早有暗示 在他们还没有宣布离婚前 黄小敏就受baby提出的离婚影响 狂瘦二十斤 从油腻大叔变充小鲜肉 这才短短几个月时间 对此网友都觉得黄小敏是受了什么刺激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baby无情地宣布与黄小敏分开 没有baby的陪伴 黄小敏很不适应 为了不去想离婚的事情 黄小敏晚上不敢睡觉 全部用来拍戏 直到需要拍一场睡觉的戏时 黄小敏一闭上眼 秒睡着 导演骄傲的焦不醒 整个人尽显沧桑和疲惫 看到黄小敏这个状态的话 妈妈十分心疼 期间就安慰黄小敏和前男复合吧 听到这句话的黄小敏立马回应一句 人家早就看不上他了 这句话一出也是让baby愣住 难道黄小敏真想和前男复合 说前男前男自从和黄小敏分开后 就没有再谈过恋爱 对此很多网友都希望他们能复合 毕竟当初分开也是很让人惋惜 那么看完你期待他们重新走到一起吗 欢迎留言评论